聊斋之意 浦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胡思相公 来乌人张旭一是山西学政张道义的二哥 性情豪放不羁 他闻听有人家中竟有狐狸居住 九千公地去拜访 希望能见上一面 他把明帖头入门放 过了一段时间 门便自动打开 仆人大为惊愕 吓得步步后退 他却恭敬地从容而入 张旭一看见厅堂中 积暗卧榻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 寂静无人 于是 他坐一祷告说 小声斋戒而来 既然仙人没把我排斥在门外 又为什么不肯现身 忽然 只听得空荡荡的屋子里有人说 有劳你驱驾光临 总算有人讲话了 请坐下讲话 就看见两个座位相对白好 他刚坐下 就有一个漏花的红旗盘子 拖着两个茶杯悬在眼前 他们各自拿一杯茶相对而饮 却一直只有声音 始终不见人 喝完茶 接着喝酒 张旭一请教对方姓名 对方说 小弟姓胡 排行第四 称为相公 是手下人的叫法 于是 互相敬酒 相谈甚欢 他们吃的是憋肉 鹿肉制成的佳肴 吃时用香料和辣菜调味 仿佛许多下人在事后 张旭一酒后很想喝茶 刚一动念 香茶就放到桌上 凡是他想要什么 心中想着 东西已摆在面前 张旭一大为高兴 尽情喝醉后才回家 从此 张旭一前去拜访 胡四相公有时也到张家来 并且都遵循着主客往来的礼节 有一天 张旭一问胡四相公说 南城有个巫婆 说有狐神相助 借此向病人勒索钱物 不知他家的狐狸你认识吗 胡四相公说 他是骗人的 其实没有狐神 稍停片刻 张旭一起身小姐 听见有人细语说 刚才说的城南的狐屋 不知是什么人 在下想同您同趣 有劳您向主人说一声 张旭一知道说话的是小狐狸 便答应说 行 于是对胡四相公说 我想带着您手下的一两个仆丛 前去打探狐屋的虚实 希望你允许 胡四相公并不答应 张旭一再三请求 胡四相公便答应了 不久 张旭一走出门来 一匹马自觉走到他身边 好像有人牵着 骑马上路后 狐狸与张旭一一路交谈 对张旭一说 以后先生在路上 如果看到衣裳细纱 就是我们在跟着您 说话间进了城 来到巫婆家 巫婆见张旭一前来 笑脸出盈说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张旭一说 听说你家的胡子很灵验 当真吗 巫婆神色严肃地说 您怎么如此轻薄 怎能叫胡子 恐怕我家花姐听了不高兴 话没说完 空中飞过半块砖来 打中巫婆的胳膊 她几乎摔倒 巫婆吃惊地对张旭一说 您为什么攻击老神 张旭一笑着说 老太婆瞎眼了 何时看见自己额头破了 却要冤枉袖手旁观者 巫婆惊恶发愣 不明缘由 正惶惑时 又有一个石子投来 打中了巫婆 使她跌倒在地 接着 巫妮纷纷落下 弄得她满脸污秽 她只有哀嚎生生 祈求饶命 张旭一请狐狸饶了她 打击于是停止 巫婆躲进屋里不敢出门 张旭一大声对巫婆说 您的狐狸比得上我的狐狸吗 巫婆只是一味道歉谢罚 张旭一抬头望着空中 请狐狸停手 巫婆这才战战兢兢地走出屋来 张旭一笑着劝她向善 之后就离开了 此后 她一人独行时 觉得细沙沙沙落下时 招呼狐狸交谈 就有狐狸答应 从来不错 即使遇到狐狼或强盗 也有恃无恐 一年很快过去了 二人情谊更深 她曾经问胡思相公的年龄 胡思相公自己也记不清了 只是说 皇朝起义的事就像在昨天 一天晚上 张旭一与胡思相公正在交谈 互听一阵猛烈的巨响 张旭一感到诧异 胡思相公说 这一定是我哥哥 张旭一说 为什么不邀令兄前来 胡思相公说 他的道恨很浅 能捉之饥驰就满足了 张旭一对胡思相公说 能得到你这样一位朋友 可以说是没有缺憾了 但始终不能见你一面 实属遗憾 胡思相公说 有情意在就好 何必一定见面 一天 胡思相公设宴辞行 张旭一问 准备到哪里去 胡思相公说 小弟生于闪中 现将回家 你渴望见我一面 现在 请你认识一下交往数年的朋友 将来才可相认 张旭一到处寻找 也没找到 胡思相公说 你可以打开寝室的门 小弟在那里 张旭一打开寝室的门 只见屋里有一位英俊少年在看着他笑 少年衣装整洁 眉目清秀 转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张旭一转身走回 便有杂乱的脚步绳跟在身后 说 此后再无缺憾了 张旭一一一不舍 不愿分别 胡思相公说 有聚就有散 你不必太介怀 便拿大杯劝酒 一直喝到半夜 才拿纱灯送张旭一回家 等天亮后 张旭一前去探望 早已人去楼空了 后来 张道一先生担任四川学证 张旭一依旧贫苦不堪 打算到弟弟家中做客 心中抱着得到丰厚馈赠的过高的愿望 一个多月后回家时 并未如愿 他骑在马上哀声叹气 灰心丧气 呆若木偶 觉得后面有人赶来 张旭一回头望去 只见少年轻求肥马 甚为豪华 气度也很文雅 便跟他闲谈起来 少年发现张旭一心中不快 就询问原因 张旭一于是长旭短叹地讲述原因 那少年不住地宽慰他 两人同行了一里多路 来到岔路口 少年便拱手告别说 前面的路上有一个人 会替一位老朋友送你一物 请你笑纳 张旭一还想再问 少年静自打马飞驰而去 张旭一不明白原因 又前行了二三里 果然见到一位老仆 拿一个圆形小筐 在马前线上来说 胡四相公送给先生的 张旭一顿时彻底明白过来 他恭敬接过 里面全是白银 再看老仆以不知去向